里面是先帝与爱家的皇子 是爱家的第一生皇子 快给我挖开 快把皇陵给我挖开 太后为了把控朝政 费尽心思将所有的障碍关进皇陵 正要笑出声来 没想到找了二十年的儿子竟然也在里面 看着公主拿出了先帝的密招 太后当场慌了神 立刻命令侍卫 不惜一切代价将皇陵挖开 这场闹剧的原因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皇上操心国事 导致病情加重卧床不起 太后来到皇上的寝宫探望 这是皇上虚弱的提出 想见后宫嫔妃的心愿 可太后却当场拒绝 来 让爱家为皇上吃药 太后说完便强行把药灌到了皇上的口容 紧接着太后用皇子逼迫皇上 让她说出关于半张藏宝图的秘密 不料这事皇上却口不鲜血 原来是太后喂的药中已经加了毒药 儿啊 你时日不多了 以后就不会再跟爱家你瞒我诈了 皇上看着自己的母后竟如此恶心 便故意告诉太后 藏宝图就在桌上的锦盒里面 太后欣喜地上前查看 却发现里面是一张写着五母杀镇的字条 皇上看着太后失望的 心中怎么也想不明白 五毒上雇十字 为何她从小就得不到母后的一点痛爱 甚至还是她为眼中钉肉中刺 太后知道皇上命不久了 当场说出隐瞒了几十年的秘密 你并非哀家所生 他是哀家身边的贱婢 皇上闻言不可置心地看着她 太后也不再隐瞒 在她的心中对皇上只有恨你 若不是为了夺取 太后绝对不会将她放在自己身边抚养 皇上闻言满脸哀伤 直到此时她才明白 先帝临死前告诉她提防太后的意义 你想成为大蓝第一女皇 皇上在此时终于明白了太后的命 可惜为十一晚 她悲痛欲绝地看向太后 母后 你可以帮儿臣为了这碗药吗 朕记得小时候 母后为了药不哭 皇上的话令太后顿时心中一流 虽然她对皇上没有感情 但是多年的养育之恩并非虚假 随后太后便如同平常母亲一般 为要给自己的儿子 很快皇上就身重剧毒 痛苦地倒在了床上 皇上一路走好 太后说完替皇上合上了双眼 当即无情地转身离开 很快丧钟响起皇上驾崩 所有人都跪地哀悼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王爷凤卿那里 她早就知道太后的狼子也行 如今她的皇兄逝去 一定跟太后脱不了干系 为了戳破太后的阴谋 凤卿便率领侍卫打入了皇宫 两军相互厮杀场面顿时混乱不堪 太后得到消息匆匆打开 直接就要把凤卿 以乱臣贼子的名义抓起来 老臣王增文言立刻上前与太后便说 甚至当场拥护凤卿为新帝 可太后却丝毫不肯退让 坚持要立三岁的皇子为帝 此时将军与风拿出了皇上的遗诏 当众宣读让凤卿继承大统的旨意 看到遗诏上是皇上的亲礼自己 众臣纷纷一片哗然 立刻转移了风向 都赞同立凤卿为帝的主意 可太后依然不死心 要求先办国丧再定夺立处之事 到那时她一定会让大臣们心服口服 众人文言这才答应 无双罪骨 无双欲为先帝殉赞 共造皇帝 漂亮妃子从没被皇上宠幸 可皇上驾崩后 她却是唯一一个愿意给先帝殉葬的 这天太后召见后宫所有的嫔妃 当场宣布怀有子嗣的嫔妃可以留在宫中 其余妃嫔疑录入四位先帝超度 这时妃子无双站了出来 想要提出自己的意义 太后见状以为无双也想留在宫中 不禁讽刺无双舍不下荣华富贵 众人文言都大吃一惊 刚才还讽刺无双的妃子顿石屁的嘴 一旁爱慕无双的凤卿第一个访问 表示殉葬已是救赎 应该及时废除 可太后对这一幕喜闻乐见 勿意与凤卿作对 当场同意了无双的情趣 夜晚无双来到凤卿的面前 她叮嘱凤卿一定要有天下为己 处理国家大事也不可操之过急 凤卿文言双眼含泪地看向无双 你也想要用殉葬来摆脱我 我有这么讨厌吗 凤卿的母亲已经抛弃了她 她的皇兄也已经逝去 凤卿如今只有无双 她再也不想品尝分离的痛 凤卿请求无双 跟她去一个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地方 无双文言同样泪流满面 可如今只有凤卿才能保住兰卢 否则就会被太后把握 无双虽然心痛但也只能这么做 凤卿听见无双拒绝了自己 失落地离开了此处 无双回到寝宫就做了一桌子的菜 想与自己的大哥宇峰做最后的告别 宇峰实在无法亲眼看着妹妹去送死 大哥岂有你能想清楚 殉葬只是残忍之志 宇峰希望妹妹能够改内心 可无双心意已决 她嘱咐宇峰要见功一夜好好生活 宇峰听着妹妹的话瞬间红了眼泡 上前紧紧将无双拥入怀中 几日后送葬队伍枕装出发 无双也一身白衣跟随着众人前往 皇陵前奉卿送独悼念慈哀到皇上 礼成后众人便将皇上的官员送入皇陵 而无双也独自踏入皇陵准备殉葬 就在踏进去的那一刻 无双还是忍不住回头看凤卿最后一年 心中祈祷他能好好的 不料就在皇陵石门关上的最后一刻 凤卿竟不顾一切冲了进去 他的举动令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 太后痛恨凤卿已久 借此机会他将大逆不道的罪名 扣在了凤卿的头上 并令令所有人都不得解救凤卿 皇陵中和尚亲缘自作主张留在了里面 只见他用尽全力推开皇上的官员 为他诵经祈福做最后的告别 爱美人不爱江山 本要继承皇位的凤卿 为了爱人竟选择进入皇陵陪葬 无双连忙推开凤卿 指责他太过任性竟然意气用事 可凤卿却当场表明自己的心意 他不想要天下江山 只想要无双一人 无双文言感动不已 两人最终紧紧抱在一起 皇陵外的太后见所有的障碍已出 畅快地笑出声来 不料一旁的公主拿出了先帝的密招 东陵寺的清缘才是赢了真正的孪生皇陛 公主表示清缘此时正在皇陵之中 若是太后想救自己的儿子 就必须一起救出凤卿和无双 太后看着密招 回想起了与清缘相处的点滴 你见到哀家就无叛点畏惧 小僧眼里只看到了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 太后回想的一切顿时火不大 连忙命人将皇陵挖开救出自己的 一旁的薛明依不甘心就此功推一退 坚持称清缘是自己的 而薛辉才是太后的皇子 这时公主当场指认薛明依的狼子野心 让太后不要相信她的话 大臣王增看着薛明依心急的模样 不禁提出了质疑 若是皇陵里的是薛明依自己的 为何还要阻止太后挖开皇陵 此时的太后也冷静下来 看出了事情的端倪 当场审讯薛家父子 她命令公主云乐和薛辉将血液同滴进王中 却发现二人的血液并不相容 可薛明依却依然狡辩 表示滴血液侵存在漏洞 太后见薛明依还不肯承认 谎称皇子的脚底有胎记 薛辉文言自乱阵脚 连忙跪地求饶不打自招 哀家的皇子就没什么胎记 你妄图把大蓝的江山改姓薛吗 好大的贼板 太后说完救命人 将薛家父子就地挣滚 眼看着薛辉已经人头落地 薛明依悲痛万分 只能恳请太后放过她另一人 薛明依说完直接拔刀自吻 太后见状这才流了薛家唯一的血蓝 与此同时凤卿发现了同在皇陵的清远 原来清远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体 她不忍心看着好友无双胸脏 便一同进入皇陵 清远相信若是太后得知时期 一定会救他们出去 而此时皇陵中的空气渐渐不入 凤卿与无双相拥而组 一起度过最后的时光 一旁的清远正不停地寻找出 却意外地触动了机关 整个皇陵开始剧烈颤短 皇陵外的侍卫也察觉到了异常 立刻禀告太后 如今的皇陵已经不能进出了 清远 我的皇儿还在皇陵中 太后悲痛欲绝 立刻命人不管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将自己的儿子救出来 太后最终能见到自己的儿子呢 无双与凤卿又能否逃离皇陵呢 关注巴两下集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